歡迎收看熊老師配點教數學 那我們很快的複習一下之前教過的東西 然後來看一些 應用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幾集呢教過這個二次函數可以寫成三種形式 如果是一般式的話Y等於AX平方加BX加C 那這樣子的話呢他的頂點就是你配方法之後的結果 頂點的X會是-2A分之B 就你如果對他進行配方法你就會配出這個 那他的Y呢不用去記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把-2A分之B找到之後帶進去 所以F-2A分之B 然後他的對稱軸就會是X等於-2A分之B 這樣子 那他與X的焦點就是他的兩根 就是這個 2A分之-B正負根號 B平方-4AC C 0 Y是0 這樣有兩個一個是加一個是- 那與Y軸的焦點是 0C 如果你配成了 標準是 Y等於A 括號X-H平方加K的話頂點在HK 對稱軸是X等於H 那你就會發現H等於-2A分之B 與X軸的焦點會是 那就是讓他Y等於0 然後去解出來 那這個我們就不解了 因為 記這個比較不重要 與Y軸的焦點 X等於0帶進去 那你會發現是 H平方加K 這個也比較不重要 對重要的就是 頂點和對稱軸 然後發現 其實H就等於-2A分之B 然後注意這個K並不是原本的常數C 那另外一個是根式 如果是根式的話呢 我們會把它寫成 像這樣子的形式 這個 Y等於 前面還有一個A A乘以X-α乘以X-β 這樣 那這個時候他的兩根是 α和β 就是跟X軸交在α0和β0 然後 他這個 頂點 頂點的X會在α跟β的正中間 還記得嗎 我們前面都做過題目 那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α加β 除2是-2A分之B 所以α加β就兩根和是-A分之B 這樣 然後 兩根基是A分之C 這也可以證明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題目 那在我們前面呢也看了 一些使用這三種形式來解題的問題 那這個那個時候我們就有說明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像這一題 他給你的是根式 可是我們不見得要用 就是把值代進根式求解 我們就看他後面 給的提示是什麼 雖然他問的是根式 但是我們看他給的提示是什麼 他提示給頂點 既然你給的頂點 也就是 AHK三個元素 我拿到H跟K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我就列一般式就好了 x-2的平方加3 -3 這樣子 那其實本來應該還有一個A 對不對 AHK嘛 會有三個位置數 但是因為你沒有看到這裡有沒有 也沒有A 那沒有A不是 就是少了A 或都沒有A 而是他的A等於E 就寫A等於E 寫在這裡好了 那所以我就這個就是我的 完整的這個 二次函數的式子 但是問題是題目問的是 A跟β 那這個時候解他有兩種解法 一種解法是 我把它展開來 然後 音式分解 x-4 x-4 再-3 是這樣子 把它展開來 是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你要去音式分解他發現 好像不能分 那不能分不是沒有答案 在我們前面解 一文二次方程式的時候就講 你十字教程分不了 不是說就沒有答案 哇算了放棄 不是 而是說他沒有整數的答案 對不對 你找不到整數解的 因素 去分他 那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就用配方法或公式解 那因為我們已經展開來了 所以 就通常都會用公式解 用公式解的話就 2a分之負 b正負 根號 b平方 -4se 這樣子 可以嗎 那於是這個會變成是 2分之2就是 2分之4就是2 2加減 後面是根號 根號20 2分之2根號5 根號20是2根號5 然後除2 這樣子 可以嗎 OK 那如果今天我不是把它展開來用公式解 我也可以在這裡 就進行配方 讓這個 剛才我們在這裡解公式解 其實要讓他等於0 等於0才會有所謂的 就是你量次方乘4才會有所謂的根 那我們用公式解釋讓 1元2次方乘4 等於0 然後這邊的 ABC去解公式解 又或者我們剛才讓他等於0然後做 配方法 那這個時候我們已經配到一半了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 好這裡 剛才這裡寫錯了 這個加4-3是正1 所以這裡是 -4 所以裡面是根號12 根號12的話是2根號3 這個是根號3 所以我們會不只一種方法有這個驗算上的好處 那所以說這樣子的話呢 一向過來 x-2的平方是 3 所以x-2是正負根號3 x是 2正負根號3 那就都會有同一個答案嘛 就都會有同一個答案 那這兩個就是一個是α 一個是β 這樣子 好我們再來看看上面這一題 y等於 x平方-bx-3 圖形通過0T求T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出的蠻好的 就是 你會感覺說好像題目的提示給太少 我知道一個3而已嘛 然後你也給我一個 X 那你連Y都不給我 我怎麼解得出來 就說這一題其實 A跟B解不出來 然後這一題其實 他要問什麼呢 就是說 0T 會出現在Y軸上 那這個與Y軸的交點 與Y軸的交點就是 一般式的C啦 所以其實呢 T就是-3 你如果知道這一點你也可以解答 那這題出的好的原因就在於說如果你不知道這一點但是你很 前面學的很踏實 所以你清楚的知道 點0T 我如果把0代進去方成4的話解出來的Y值就會是T嘛 所以你0代進去你就會發現他過的是0-3 這樣也可以 也就是說這個是F5-0嘛 對不對 那也可以你會發現答案是-3這樣子 就是X代0Y代T 那你就得到T等於 這個A乘以0-0 B乘以0-3這樣子 這樣也可以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一個問題 Y等於 X-α乘X-β 圖形通過這兩點 那求α跟β 這樣子 那這個 這題就有一點點難 有一點點難 那 但是雖然說有一點點難 可是其實我們之前有看過了 就是我們有說明到你仔細留意他的這個 Y值相同 所以呢一樣我們設有一個G 所以把G 設成是一樣前導係數是1 然後他是G 是X加1乘X-2 他過的點是-10和20 那麼呢這個 F 他就會在G 的上方 兩個單位 下方 因為這裡是-2 他就在G 下方兩個單位 所以F 會是G -2 那我們之前有講 下宜兩單位是 Y等於Y加2 但是因為你的Y在左邊 所以那個加2一過去就-2 所以他就會是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樣就解出來 這就是Y 這就是F 對不對 那這個F 可是他最後說那這樣子他相當於是 這個 X-Alpha X-Beta 所以一樣我們需要再解一次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要把它打開來 下次 X 加X平方 加1X-2 X -X -2 -2 -4 這樣 可以嗎 那 然後呢 他的Alpha跟Beta是什麼呢 我寫這裡 那就讓他等於0 等於0的時候就公式解 2A分之-B正負根號 B平方-4AC 那這就答案囉 然後我們來看之前留下來的問題 像這一題 他有兩個解法 他跟你說F V個14X平方加B加3 如果F 等於F -1 問題B 那如果你前面學的踏實 其實也還好 不用太踏實 只要有一點點踏實 你就會知道說那F 等於把2帶進去 你就會得到 4加2B加3 會等於F -1 會等於1-B加3 於是你就移向就好了 這兩個殺掉 這個移過去 這個移過來 會得到3B 等於-1 -3 所以B等於-1 那麼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說其實這個圖形呢 他在 X等於-1和X等於2的時候有同樣的函數值 就是說有同樣的Y 同樣的水平的這個高度 所以這裡呢 是比如說我們假設說這個值假如說是K好了 這裡是2K 然後 不要講K 這裡是 比如說2T好了 那這裡是-1T 像這樣 就他會有同一個高度嘛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知道怎麼樣 我們會知道 其實他的對稱軸在這裡 他的對稱軸其實是這兩個東西的中間點 那麼 2加-1除以2 這是2分之1 然後我們又知道2分之1其實是-2A分之B 所以他是 負的 2乘以 1分之B 那從這裡你就可以得到 然後 B是-1 這樣也可以解出來 可以嗎 然後我們來看 這一題 之前留下來的這種問題 他其實沒有期待你一定要把所有的圖都畫得很準確 但是你觀察題目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他給了四個函數值 這四個函數值的前面兩個都一樣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他開口大小一樣之外呢 其實他的頂點都在x等於-2分之3的時候 -4分之3的時候 這樣子 那 也就是說他的頂點的x值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開口大小一樣 那差在哪裡 就是差在上下移 對不對 那差在上下移的話呢 也就是其實K越 最後面這個C啦 C越大他其實就是越 往上抬 因為你加在後面等於是減在Y這裡 你就越往上抬 那他現在告訴你這四個東西全部都跟 Y等於2 有交兩點 那麼你越往上抬 你交的這兩點越靠近 你的頂點越靠近Y等於2 你的兩 交的這兩點距離是不是就越小 你越往下拉 你的頂點越遠離 Y等於2 那你交的這兩點是不是就會越大 那所以其實就是判斷這一點 那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誰在最上面呢 在最上面的是Pi 那所以Pi其實是最小的 他是最近的 那誰在最下面呢 -5的在最下面 所以 這個是最遠的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F 好來看這個問題 那利用這個問題 我們再一次的來去使用就是 不只一種的方式去解開 二次函數的問題 也讓 學生了解到說其實這三種式子呢 就是 你去尋找可以使用你的 題目給的線索的方法 那 並沒有一定說一定要列成什麼式 你看他說他給一個標準式 然後他說圖形過 3-1和 5-1 好那 我們在這裡介紹兩種解開他的方式 一種方式是我們可以像剛才那樣子 去改良這個根式 也就是說你我想像有一個過30 和50的 然後一樣留意住他的A是1 對不對 那於是呢這個 Y等於G G 假設Y等於G 是 X-3 X-5 的話 那麼他過3050 那麼F其實比他還要低一個單位 所以Y等於 F 那你可以說X 下移一單位是Y 加1 會等於這個 那把加1移過來 Y會等於 這邊 這邊-1 這樣 那我寫成這樣子 其實這個式就出來了啊 那出來了之後他最後要求 H跟K嘛 我再去配方法他嘛 對不對 那 這個配方法他我又不一定要整個展開來全部配喔 首先A是1嘛 X-多少呢 你的兩根 在 兩根或者說你的那個Y相等的時候兩個值 X值是3跟5嘛 所以他的對稱軸是X等於4 所以他的對稱軸是X等於4 也就是他這個H是4所以我這裡就X-4就好了 然後這個係數是1 的平方 好那問題是加K是多少 對不對 那你說我不去配方法我怎麼知道加K是多少呢 欸 這個K啊 其實就應該是F 就如果F等於這個加K 那我試帶進去這裡等於0 極值會發生嘛 就是最後面這個4嘛 他會過 那個頂點就是極值 會過 HK嘛 所以F 4就應該是 這個K 那我帶這裡進去啊 你這個式子跟這個式是一樣的吧 那所以說你整理成這樣子的 你收的F 和你整理之前的F 應該會是同一個 所以我帶4進去的時候 4-3乘以4-5 是1乘-1啊 所以這裡是-1 再-1 後面其實是-2 那所以我這裡算出來就-2 OK 好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我剛才 已經 說明了我們可以直接從題目看到 這個 H H本身是4嘛 對不對 那既然H等於是4的話 我其實在原本題目 我就可以直接列標準式啊 那我列成標準式的時候就是我不一定要從這裡去解嘛 所以我就直接在題目裡面列成標準式 4-4 Y等於 那因為我也知道 A是1嘛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剛才的這個解法裡面我跑出這一條了 所以我可以用X等於4帶進來 求K 但是現在我沒有辦法 求到K 所以我變成我要用這個 3-1 帶這個進來 當X是3的時候Y會是-1 這樣子 那從這裡我就可以知道說 K是-2 這樣我就解出這個H和K 3-1 好啦我們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我現在說這個圖形通過2-2和1-3這兩點 2-2-3這兩點 既不像是頂點也沒有對稱 然後題目只有給我 注意我知道A啦 A是-1 那我要怎麼解呢 其實我們在前面用過這麼多方法求解 就是沒有用一個 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我們一直都嫌他麻煩不用的 就是 直接帶進4子裡面連力求解 尤其當你是一般式的時候 X帶進來 你係數都是一次的 其實還蠻好解的 那尤其像這樣子 A又已經給你了 這一題的話 我們說 -2會等於 -2平方 加2b加c 然後3會等於 那個-1平方 加b加c 所以我們會得到 2b加c4 這個-4一過來加4 然後b加c4 -1一過來加1是4 所以b其實是-2 c其實是6 那這也是 一個正確的可以用的方式就是帶進去連力求解 只是我們 在之前要示範說不只是有這種方式好所以我們都挑一些可以特別的用特別方式解的題目 那麼來看像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二次函數可以過 2t和4t 其實要告訴你的就是 這兩個t一樣 他求b 那你也可以帶進去求解 一樣有兩個方法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我看到他們的y相同的時候 x是2和4 我知道 這個對稱軸在 x等於3 而這個對稱軸應該是怎麼樣 x等於-2a分之b嘛 對不對 那x等於-2a分之b也就是-6分之 -6分之 這個現在的b其實是-b 這樣子 對不對 那結果跟你說這個是3嘛 所以其實從這裡就可以解出來 好 那 b是18 可以嗎 又或者我剛剛說你可以直接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你會得到 t等於 y是t x用2帶進去的時候y是t 所以t等於12-2b加c 而且t也等於 16乘3 48-4b加c 這樣子 好那於是 這一次-這一次 你會 上面 上面-下面 上面-下面 這邊會不見嗎 這邊會不見嗎 然後-2-4是正2 這邊是-36 等於0 等於0呢 這樣也可以 這個b等於是吧 好那這題就真的是 沒有辦法解 這題是真的沒有辦法解 就不好解 那他其實就是讓你觀察出來 所謂的 f -1 等於f 2分之3 就是說 用-1帶進去跟用2分之3帶進去的值 也就是y會一樣 好那其實就是有點類似這樣的意思啦 有點類似這樣的意思 他就是他圖形會過 -1t 和2分之3t 這樣子 好那所以從這一點得知 對稱軸 會在這兩個的中間 -1跟2分之3 加起來除以2是 6分之1 6分之1 -6分之1 這樣子 x等於-6分之1 那這個-6分之1的對稱軸 其實應該是α跟β 的中間點 所以是2分之α加β 所以這題等於說 α加β也是求不出來的 這題算是有點難啦 這樣出有點太 太技巧 那就是讓你們了解到說 應用起來可以這樣子 那不建議說 把題目出得那麼難 那所以α加β等於 -1 那我們這堂課就上到這裡 下一堂課開始會大家整理這個 二次函數圖形 這個有沒有解 和 圖形橫正橫負 在x軸的上面還下面的 這類的 關係